为了解决新冠患者人数暴增的问题 武装部队将在吉隆坡端孤米站军人医院范围内 建造拥有64张病床的方舱医院 预计三个月内竣工 同时当局将会在新街场均营 展开得来素的疫苗接种计划 放言每天可以协助一两千人注射疫苗 伊斯曼沙比里今早出席方舱医院的线上启动仪式时指出 耗资两千万令吉的方舱医院是由WCD控股出资兴建 地点位于吉隆坡端孤米站军人医院范围内 这所方舱医院到时预料容纳64张床位 包括16张加护病床 协助收治更多的新冠肺炎患者缓解医疗负担 以斯曼沙比里透露 政府未来还会额外拨款 兴建另外八所野战医院 与此同时 国防部也会在六个军营推展得来素疫苗接种服务 并率先为军人及家属接种疫苗 另外国防部也会派遣武装部队到乡村和偏远地区 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内陆地区 为当地民众接种疫苗 如果一些地区车辆无法到达 军方会设立帐篷或临时中心 甚至不排除出动直升机以完成接种计划